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。 这是一局古人的排位赛, 邀请伟哥的是那个叫年人的恩恩, 从他常用的英雄来看应该是个小姐姐。 这次他就选择了貂蝉, 而伟哥是最后选择的, 当时比较纠结是选择小鲁班还是黄中, 最后为了更稳一些选择了黄中。 这局打地比较顺主要是前期队友支援多的原因, 特别是貂蝉,表现不错, 这样让黄中发育的比较顺畅。 在比赛四分钟左右, 黄中就轻松的拿到了两个人头,队友纷纷点赞, 这感觉贼好。 黄中第三人头收得太容易了, 黄中在草丛开大, 鱼鸡要是早点跑开就不会被收割, 可惜鱼鸡不知道跑, 最后三下就被收割了, 对方的真鸡倒是挺棘手的, 一次想强拆中路一塔, 就被真鸡个打低,毫无反手之力。 刚刚收割诸葛亮,差点又被真鸡收割, 还好有队友支援。 不过没多久,又是被真鸡收割, 主要是当时注意力都在猴子身上, 没看到真鸡的二技能打到苏烈身上反弹过来, 这次真是被收割的有点意外。 如果没有真鸡, 那猴子大概率会被黄中收割, 不信的话看看黄中第五个人头, 就是和猴子单条收割来的。 最后对方就剩真鸡了, 就算他再厉害没有队友支援,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水晶被推掉了。 这次能赢得如此轻松, 那也有小姐姐貂蝉玩的好的功劳呀。